我们帮大家来整理出来 就是民进党到底有哪一些 打着转型旗号的名义 但实质上是跟刚才沈大老所说的 只是为了拼自己的党内初选 大家想想看 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 为了要拼党内初选 而不断地往声率靠拢 往极端靠拢 这个人如果真的成为了 五都县市首长候选人 未来的台湾还能够安宁吗 这样一个党内初选机制 是不是才是台湾人 更应该深刻去检讨 并且批判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无聊的委员 以及疯狂的委员 荣登我们的制宪建国大业 都是给转型正义玩假的荣誉榜录 好 第一个呢 是立委蔡奇昌 他建议要改中华民国国歌 应该要把无党所踪的 无党两个字 要改成无名所踪 因为说这个是封建 说你们都是国民党的走狗 哎呀 完蛋了 论语当中社工曾经说过 无党有职工者 看来这个社工也是国民党的走狗 严父清朝末年的学者 也称说穷无党之所能 盖不灭四千年之文物 完蛋了 严父也是国民党的走狗 来 这个高志鹏又来了 他说要废除国父的遗像 那什么叫做转型正义呢 就是威权时代的加害者 要对被害者道歉 这个孙中山先生 从来就凭对台湾人加害 或迫害什么 怎么能够叫转型正义呢 所以其实也是搞台独 搞意识形态 再来 党代表李启为说 要在全代会提案 要撤废中华民国的国号 当时的蔡英文说什么呢 说我们要交由中职会来演绎 天哪 这个前一阵子民进党发言人 郑昀彭才说 民进党是最捍卫中华民国 这有什么好言议的 你如果真的热爱中华民国宪法 如同你就职典礼上 如同你国庆演说上 热爱中华民国 一听到有这种想法 马上就应该把这个党代表 打入冷宫才对啊 竟然还交付言议 有什么好言议的呢 有人要抢劫你家 然后你说 让我来想一想吧 如此荒谬 再来看到立委高志鹏又上榜了 这次他要干嘛呢 还要改国旗 他说国际奥委会 因为都不承认我国 所以中华民国的国旗 无法代表台湾 所以应该要改国旗 其实大家想看 这很合理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民国本来就不止台湾啊 你把彭金马跟大陆地区放在哪里 你要把澎湖人的心声放在眼里吗 没有 因为你自想的只有意识形态的斗争 如果中华民国的棋子不存在的话 那么前一阵子 蔡英文出访南美洲各国 秀出来的中华民国棋子 难道也是假的业障重吗 巴拉圭总统称说 你的国家比你想象的大很多 就是告诉你们这些台独人士 我们的国家不是只有台湾 好吗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 扯林四方的这个著名立委 要说要改陆军官校的校歌 里面有一句呢 党旗飞舞 应该要改成国旗飞舞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在11月3号 这个时间正是在闹一立一休砍七天下 最凶的时候 民生凋敝百废待掌 但你在这个时候 你不去好好处理民生问题 难怪人民总抱怨了 民进党只搞意识形态 而不懂治理政治 好我们再看一下 转型正义的目标 就是要让加害者对被害人道歉 那么谁是真正对台湾的加害者呢 就是日本殖民嘛 日本统治者强迫台湾人买很多的债券 捞了大批台湾人的钱 然后呢 拍拍屁股日本就走了 结果立委陈廷飞竟然提议 说要拜电日据时期的债券 怎么回事 陈廷飞说 要定领一个日据时期国库券及债券处理条例 当时很多台湾人买了日本的债券 日本现在不给钱了怎么办呢 他说哎呀没有关系 我们政府先来帮日本人擦屁股吧 日本人不用付了 我们政府来付 大约要付30亿的台币 为什么一个有尊严有骄傲的台湾人 不能够勇敢的去向日本政府抗议 去向日本政府抗发 要求日本政府处理这些善后呢 没想到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民进党人 就是如此的 清美清日 显日啊 在当时正是什么 年金改革的重要关键 你一方面告诉老百姓 我们要共体时间 我们的军公交都没有钱了 但是你宁愿把钱 拿去帮日本人来擦脂抹粉 都不愿意照顾台湾的老百姓 好 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东西 换句话说是要干什么 就是要搞 自宪建国大业嘛 你要去中华民国的符号啊 你要去中华民国的图腾啊 要把一切跟中国有关的 通通都扫出去 让台湾独立建国 结果在去年12月 公投法出审的时候 好 国民党的立委呢 就讲说好吧 我们就开放 让领土变更跟修宪 来试用公投项目 结果民进党放弃了 有公投独立正名制限的机会 民进党放弃了 这完全证明他们就是 玩假的 让我想到 以前有一首诗 叫做 十年生死两茫茫 喜洋洋 灰太郎 大家觉得对不上 对不对 对不上 所以民进党要搞台独正名制限 也是对不上 也都是假的 眼睛业障中